这个名叫波利斯卡的男孩从一个神秘的地方,火星,长途跋涉来到了俄罗斯福尔加格勒北部充满神秘色彩的麦德维德茨卡亚,格里亚达地区。 当地一位目击者透露,不久前,在一个寂静的夜晚,野营的人们坐在篝火前聊天畅谈。 突然,年仅八岁的波利斯卡公身站立起来,大声唤起每个人的注意力,所有人都饶有兴趣地看着他。 这位目击者说,原来他想要告诉大家火星上的生活,火星上的居民,以及他们飞往地球的传奇经历,顷刻之间,篝火现场陷入了一片沉寂。 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个男孩甚至会声会色地提到了人类古老传说中沉入印度洋底的神秘大陆利莫里亚。 据这个神秘的男孩称,他从火星抵达地球时恰好在那里登陆,对那里的生活了如指掌。 很多人惊讶地发现,这个神秘男孩至少具有两个与众不同的特点。 首先,波利斯卡拥有一乎寻常的丰富知识,他的智力明显高于一个普通八岁儿童的水平。 利莫里亚是至少八万年前传说中的神秘国家,不要说是孩子,就连大学教授也并非人人都知道。 而他如暑假真一般详细地讲述这个古老国家的历史,文明及其居民。 第二个引人忠目的特点是,这个小男孩具有令人刮目相看的语言表达能力。 他精通各种专业术语,掌握详识的资料,甚至熟悉火星和地球的历史。 纳德兹达回忆说,从来没有人叫过他那些东西,但他有时会盘腿而坐,侃侃而谈那些不着边际的东西。 他喜欢谈论火星、行星系、遥远的文明。 我们简直不敢相信我们的耳朵。 自从两岁开始,他每天像念经一样谈论宇宙、其他世界无穷无尽的故事和漫无边际的天空。 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波利斯卡不断地对父母说,他以前生活在火星上。 当时,火星上是有人居住的,由于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的大灾难, 火星上的大气层消失殆尽,因此,火星上的居民不得不生活在地下城里。 从那以后,他经常出于贸易和其他研究目的走访地球,而且他是独自一人驾驶太空船。 波利斯卡说,他们的太空船从火星起飞到登陆地球几乎在瞬间完成。 与此同时,他拿出一支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形的物体。 他说,我们的太空船由六层构成,外层占25%,由坚固的金属构成。 第二层占30%,由类似于橡胶的物质构成。 第三层占30%,也是金属,最后一层只有4%,是由特殊的磁材料制成的。 如果我们给这个磁层充满能量,那么太空船可以飞往宇宙任何地方。 波利斯卡曾在2008年说,行星复星的时候来临了,更多的火星人会在地球上出生。 地球上将会有大事发生,这些即将降生的火星人很重要,他们可以帮助地球人对付这些大灾难。 据波利斯卡透露,这一切都发生在利莫里亚文明兴盛的时期。 那时候,他在利莫里亚有一位好朋友,但这位朋友就死在他的眼前。 波利斯卡回忆说,当时,地球上发生了一次大灾难,一块巨大无比的大陆被暴风雨般的海水吞没。 突然,一块巨大的岩石砸到一座建筑上,我的朋友正好在那里,我根本来不及去救他。 这个男孩生动地描述了利莫里亚消失的整个画面,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波利斯卡的言论不但在科学界引起震动,并且也引发了天文学家的争论。 而对于低调了一个世纪的神学界来说,这时候无疑显得异常活跃。 更多的媒体寻找到他,请求他对世界盛传的《2012世界末日》的预言发表看法。 波利斯卡毫不犹豫地说,关于地球的未来已经非常明显了,从2006至2012年,对你们来讲是一个过渡期,在这期间,你们将会面临很多重大的考验,诸如天灾加重,战争不断等。 从2006至2012年,恐怖主义与隐蔽的地方战争将是主题,而地球上的邪恶势力会不断增强。 但是,切记,不要畏惧,拿起自己的武器,你们心中的光与爱去战胜它。 记住,任何时候不要恐惧,因为恐惧只会带来负面的影响与后果。 我们知道,你们在寻找正义与真理,你们渴望知识,渴望得到爱与理解。 但你们应知道,在探索宇宙真理的路上,正义与魔鬼将永远同在。 因为自由意志,只有你们跟自己内心更高级的自我对话,一直有通过你们自身的努力才能战胜这地球上的邪恶势力。 注意,这些邪恶势力并不单只指你们所熟知的一些地球上的暴力与战争,还有很多,来自于你们心中的恶念,有时可能一闪而过,可能你已经做过,如果不是大的过错,记住,马上改正它。 记住,你们未来将成为一种新人类,拥有新的光的身体的新人类。 媒体披露说,当问及2011至2012这个过渡期是否会有灾难预警。 波利斯卡表情很严肃地说,在你们地球上,在2011年将会发生三次大灾难。 灾难不是全球性的,而是地球上的一个大陆,在这个年份上将发生大灾难。 灾难与谁有关? 日本311大地震和海啸发生在2011年。 同时,瘟疫亦将再次肆灭,新的变异禽流感病毒会给你们带来深重灾难。 虽然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但是这是必须的过程,这是神国对人类居住的地球的进化,因为弱不到一定关头,你们人类则不会觉醒,地球上的暴力与战争将一直存在。 也唯有当你们懂得生命合一及爱的力量与重要性时,你们才能体会到我们一切所谓的重要意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